边缘计算的应用 原则上,边缘计算技术用于在网络边缘或附近就地收集、过滤、处理和分析数据 这是一种使用无法首先移动到集中位置的数据的强大手段 通常是因为数据量太大,导致此类移动成本过高,技术不切实际 或者可能违反合规义务,如数据主权 这个定义催生了无数现实世界中的粒子和用力 制造业一家工业制造商部署了边缘计算来监控制造业 实现了边缘的实时分析和机器学习 以发现生产错误并提高产品制造质量 边缘计算支持在整个制造厂增加环境传感器 从而深入了解每个产品组件是如何组装和存储的 以及组件的库存时间 制造商现在可以更快、更准确地做出有关工厂设施和制造运营的商业决策 农市考虑一家在室内种植作物而不需要阳光、土壤或杀虫剂的公司 该工艺将生长时间减少了60%以上 使用传感器使企业能够跟踪用水、营养密度并确定最佳收成 收集和分析数据以发现环境因素的影响并不断改进作物生长算法 确保作物在峰值条件下收获、网络优化 边缘计算可以通过测量用户在互联网上的性能 然后使用分析来为每个用户的流量确定最可靠、低延迟的网络路径 从而帮助优化网络性能 实际上 边缘计算被用来引导网络上的流量 以获得最佳的时间敏感流量性能 工作场所安全 边缘计算可以组合和分析来自现场摄像头、员工安全设备和各种其他传感器的数据 以帮助企业监督工作场所的条件或确保员工遵守既定的安全协议 尤其是当工作场所偏远或异常危险时 如建筑工地或石油钻井平台 改善医疗保健 医疗保健行业及大地扩大了从设备、传感器和其他医疗设备收集的患者数据量 巨大的数据量需要边缘计算来应用自动化和机器学习来访问数据 忽略正常数据并识别问题数据 以便临床医生能够立即采取行动 帮助患者实时避免健康事件 运输自动驾驶汽车每天需要并生产5TB至20TB的任何地方 收集有关位置、速度、车辆状况、道路状况、交通状况和其他车辆的信息 在车辆行驶过程中必须实时汇总和分析数据 这需要大量的车载计算每辆自动驾驶汽车都成为一个边缘 此外 这些数据可以帮助当局和企业根据地面的实际情况管理车队 零售零售企业还可以从监控、库存跟踪、销售数据和其他实时业务细节中产生大量数据 边缘计算可以帮助分析这些不同的数据并确定商业机会 例如有效的结束或活动、预测销售额并优化供应商订购等等 由于零售业务在本地环境中可能会有很大差异 因此边缘计算可以是每个商店本地处理的有效解决方案 边缘计算解决了重要的基础设施挑战 如带宽限制、过度延迟和网络庸塞 但边缘计算还有几个潜在的额外好处 可以使这种方法在其他情况下具有吸引力 自制边缘计算在连接不可靠或由于站点的环境特征 而限制带宽的情况下很有用 例子包括石油钻井平台、海上船只、偏远农场或其他偏远地区 如雨林或沙漠 边缘计算在现场进行计算 有时在边缘设备本身进行计算 例如偏远村庄净水器上的水质传感器 并且只有在连接可用时才能保存数据传输到中心点 通过本地处理数据 可以大大减少要发送的数据量 所需的带宽或连接时间比其他情况下所需的要少得多 数据主权 移动大量数据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 数据跨越国家和地区边界的过程 可能会给数据安全 隐私和其他法律问题带来额外的问题 边缘计算可以用于将数据保持在接近其来源的地方 并在现行数据主权法律的范围内 如欧盟的GDPR 该法律规定了数据应如何存储 处理和公开 这可以允许在本地处理原始数据 再将任何数据发送到云或主数据中心 可能位于其他司法管辖区之前 遮挡或保护任何敏感数据 边缘安全 最后 边缘计算为实现和确保数据安全提供了额外的机会 尽管云提供商拥有物联网服务 并专门从事复杂分析 但一旦数据离开边缘并返回云或数据中心 企业人会担心数据的安全性 通过在边缘实现计算 任何通过网络返回云或数据中心的数据 都可以通过加密进行保护 边缘部署本身也可以抵御黑客和其他恶意活动 即使物联网设备的安全性仍然有限 尽管边缘计算有可能在多种用力中提供令人信服的好处 但这项技术远非万无一失 除了网络限制的传统问题外 还有几个关键因素会影响边缘计算的采用 能力有限 云计算给边缘计算带来的部分吸引力 是资源和服务的多样性和规模 在边缘部署基础设施可能是有效的 但必须明确定义边缘部署的范围和目的 即使是广泛的边缘计算部署 也要使用有限的资源和很少的服务 以预先确定的规模达到特定的目的 连通性边缘计算克服了典型的网络限制 但即使是最宽容的边缘部署 也需要一些最低级别的连接 关键是要设计一个能够适应较差或不稳定连接的边缘部署 并考虑当连接丢失时边缘会发生什么 在连接问题之后 自主性、人工智能和优雅的故障规划 对于成功的边缘计算至关重要 安全物联网设备是出了名的不安全 因此设计一个边缘计算部署至关重要 该部署将强调适当的设备管理 如策略驱动的配置强制执行 以及计算和存储资源的安全性 包括软件补定和更新等因素 并特别注意静止和飞行中数据的加密 主要云提供商的物联网服务包括安全通信 但在从头开始构建边缘站点时 这并不是自动的 数据生命周期 当今数据过剩的长期问题是 太多的数据是不必要的 以医疗监测设备为例 它只是关键的问题数据 而保留几天的正常患者数据几乎没有意义 实时分析中涉及的大多数数据都是短期数据 不会长期保存 一旦进行分析 企业必须决定保留哪些数据 以及丢弃哪些数据 而且必须根据业务和法规政策 对保留的数据进行保护 边缘计算是一个简单的想法 在纸面上看起来可能很容易 但开发一个有凝聚力的战略 并在边缘实现合理的部署 可能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 任何成功的技术部署的第一个关键要素 是制定有意义的业务和技术优势战略 这样的策略不是挑选供应商或装备 相反 边缘策略考虑了边缘计算的需求 理解为什么需要清楚地理解组织试图解决的技术和业务问题 例如客服网络约束和遵守数据主权 这些策略可能会从讨论边缘意味着什么 它对业务的意义 以及它应该如何使组织受益开始 边缘战略还应与现有的商业计划和技术路线图保持一致 例如 如果企业寻求减少其集中式数据中心的占地面积 那么边缘和其他分布式计算技术 可能会很好的结合在一起 随着项目接近实施 仔细评估硬件和软件选项非常重要 边缘计算领域有许多供应商 包括Adlink Technology Cisco Amazon DEL EMC和HPE 必须评估每种产品的成本 性能 功能 互操作性和支持 从软件的角度来看 工具应该提供对远程边缘环境的全面可见性和控制 边缘计算计划的实际部署 在范围和规模上可能会有很大差异 从公用事业顶部酒精沙场的外壳中的一些本地计算设备 到位公共云提供高带宽 低延迟网络连接的大量传感器 没有两种边缘部署是相同的 正是这些变化使得边缘战略和规划 对边缘项目的成功至关重要 边缘部署需要全面的监控 请记住 让AT人员到达物理边缘站点可能很困难 甚至不可能 因此边缘部署的架构应该提供弹性 容错和自我修复能力 监控工具必须提供远程部署的清晰概数 实现轻松的资源调配和配置 提供全面的警报和报告 并维护安装及其数据的安全性 边缘监控通常涉及一系列指标和 KPI 如站点可用性或正常运行时间 网络性能 存储容量和利用率 以及计算资源 如果不仔细考虑边缘维护 任何边缘实施都是不完整的 安全物理和逻辑安全预防措施至关重要 应包括强调漏洞管理 以及入侵检测和预防的工具 安全性必须扩展到传感器和物联网设备 因为每一个设备都是可以访问 或被黑客入侵的网络元素 这带来了数量惊人的可能攻击面 连通信连接是另一个问题 即使实际数据的连接不可用 也必须为访问控制和报告做出规定 某些边缘部署使用辅助连接进行备份连接和控制 经营边缘部署的位置偏远 且往往不适宜居住 因此远程资源调配和管理至关重要 IT经理必须能够看到边缘发生的事情 并能够在必要时控制部署 物理维护 物理维护要求不容忽视 物联网设备的寿命通常有限 需要进行常规的电池和设备更换 齿轮出现故障 最终需要进行维护和更换 实际的现场物流必须包括在维护中 边缘计算 物联网和5G的可能性 边缘计算不断发展 使用新的技术和实践来增强其能力和性能 也许最值得注意的趋势是边缘可用性 预计到2028年 边缘服务将在全球范围内提供 在边缘计算通常是针对特定情况的今天 该技术预计将变得更加普遍 并改变互联网的使用方式 为边缘技术带来更多抽象和潜在用力 这可以从专门为边缘计算设计的计算 存储和网络设备产品的激增中看出 更多的多供应商合作伙伴关系 将在边缘实现更好的产品互操作性和灵活性 一个例子包括AWS和WRyzen之间的合作 为边缘带来更好的连接 5G和WiFi6等无线通信技术 也将影响未来几年的边缘部署和利用率 实现尚未探索的虚拟化和自动化功能 如更好的车辆自主性和向边缘的工作负载迁移 同时使无线网络更加灵活和经济高效 随着物联网的兴起和此类设备产生的数据突然过剩 边缘计算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但由于物联网技术仍处于相对初级阶段 物联网设备的发展也将对边缘计算的未来发展产生影响 这种未来替代方案的一个例子 是开发微型模块化数据中心MMDC MMDC基本上是一个盒子里的数据中心 将一个完整的数据中心放在一个小型移动系统中 该系统可以部署在离数据更近的地方 例如跨城市或地区 以使计算更接近数据 而不必在数据本身上发挥优势